亚洲电视的免费电视牌照在今天届门 亚视在香港59年的电视广播 也会在午夜结束 由港台和香港电视娱乐接手部分频道广播 有工作多年的员工和观众都觉得可惜 即将停播的亚视 现在还有百多个员工 最后一个工作日到大埔厂房上班 不少的员工都感到无奈 最不舍得就是没了牌照 这个是最值得回忆的 为什么呢 没了牌照了 已经没了广播了 连份工都没了 会不会留到11点59分的最后一刻 会的 有市民也专程来到见证 我想可以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接着来就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几个来自深圳和广州的旅客 也专程来到影响留念 压视发言人说 公司未有发放之前承诺的花红 我想这个我要再和投资者或其他方面了解 我暂时未有这个情况的一些更新状况 他们选了这个特别的时刻 特意来到亚洲电视 我个人很感动 也都多谢观众这么久以来的一个支持 这间茶餐厅几十年来 开着电视的时候 又看无线又看亚视 老板说有一些食客甚至会自己转台 追看亚视某些节目 有帮衬的茶客就说最喜欢是看新闻 因为一间这么历史悠久的电视台 机会可以第一间香港第一间的电视台 做到今天 因为社会环境或者人事的变迁 来到收台就是很令人很感慨 根据节目表 本港台全日播的除了六点钟新闻 和夜间新闻是直播之外 其余的都是重播节目 无线电视记者黄德蓝报道 记者蓝可盈现在就在亚视大部厂房外面 亚视在最后一日的广播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其实今早早来到这里 想拍照楼莲的市民 很多人都想进去厂房里面 可以参观一下拍照 不过他们最尽只可以去到闸口这边拍入去 而我们传媒也不可以进来采访 临时清盘人德勤早前就解释 因为担心人太多 保安人员人手不够 所以就决定不会在最后一日开放给公众 至于官方方面 有没有一些告别活动会举行 到目前为止 亚视官方还是未有交代的 而看回他的节目表 最后一个节目 就在11点多 就会举行重播25周年的亚洲小姐特别节目 之后这个59年的电视台 就会正式停播了 我们会继续留在亚视厂房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谢谢 亚视将会在午夜停播 地政总署人员早早到慈云山发射站 收回由亚视租用的土地 港台亦都为接手广播频谱做准备 地政总署联同电讯营科 港台和亚视的工程人员 早早去到亚视在慈云山的发射站 地政总署人员贴出告示说 由即是起会接管回到地 不是今晚 亚视将会在通讯局人员的在场见证下 在11点59分 在这里正式中止广播 到时市民将再看不到亚视的广播信号 可能短暂时间会没了画面或者出现雪花 港台会随即接收发射站 和开始模拟广播 港台在接管亚视的频谱之后 五售阶段的讯号会以11个发射站发出 包括是池云山、飞昂山、青山等等 五售阶段会覆盖到全港接近80%的人口 预计要到6月下旬才会改善 可以覆盖到99%的人口 港台说现在仍然有40万人 接收着模拟制式 即以旧有的制式来看电视 观众到时不用重新搜台 就会接收到港台电视31A 和33A两条模拟频道 两条频道会分别同步播出 数码31台和33台的内容 31台有港台自己制作 由上午6点半播放到午夜1点半 当众包括新旧公共事务节目和新闻节目 而33台就会24小时转播中央电视台 第九台英语记录频道 而香港电视娱乐将会提供一条数码中文频道 ViuTV 市民星期六凌晨开始接收到广播信号 但频道就会在4月6日 也即是下星期三才正式开台 无线电视机车尖前门回答 亚洲电视启播至今接近60年 是第一间华语电视台 期间多次逆手 到近年股权争议不断 亚洲电视前身是《丽的影声》 1957年5月29日成立 70年代改名《丽的电视》 第一个华人总经理黄石照 大胆喜用新人 多部剧集《深日闻心》 《天蚕变》 《岳如泪》都大受欢迎 大地恩情的高收视 令到无线的轮流转腰斩 82年远东发展集团 创办人优德根 由澳洲三个财团手上 救入《丽的》 改名《亚洲电视》 87年一场四级火 焚烧八个小时 亚视录影厂受损 在无线协作下继续广播 优德根入主七年间 亚视转规为盈 88年起 逐步转手给林伯英家族 94年六四事件五周年前夕 亚视新闻部六个高层 斑满管理层 临时抽起一套六四纪录片 集体辞职 我们也是有很多很不同的意见 林伯英当老板期间 亚视再亏损 不及十几亿了 98年内地资金入主 包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 与丰小平 陈韵琪等等 获授权制作的游戏节目 《百万富翁》 收市最高有39点 创当时亚视收市记录 07年亚视再改台飞 但表现不变 持续窥蝕 感谢天 感谢地 谢谢大家 2010年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的 内地商人黄征入股 本台北京得岛的消息 2011年亚视宴报前 国家主席江泽文死信 台飞都曾经转式 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这个消息 黄征也都反对政府 研究发生的免费电视牌照 压视不会被淘汰 压视前年起开始出现欠伸 股东之间有分歧 告远班令德勤会计师行 担任压视经理人 政府去年宣布这个决定 压视现有的免费电视牌照 不获逐期 压视进入倒数 到了去年九月 内地中金集团董事长 萧苓芬入主 声称会再申请免费电视牌照 到今年二月初 部分员工连续两个月没良出 离职潮爆发 黄征就以亚视主要债权人身份 向高等法院申请临时清盘令 新闻报评估情况之后 决定暂停新闻报导 由于再会 之后德勤宣布解雇亚视大部分员工 管理层随即向法庭申请 阻止解雇和停播 之后又展示一箱的现金和支票 强调有资金 4月1日压视牌照街门 这段近60年间电视史画上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